望线,醉花音,第二集 本视频随机出现版权提示,请勿在未授权情况下搬运 通声上下只有腰间压了一块产里花枝玉佩 因为并未好权的缘故,夹边还带着一丝红韵 唇色却泛白,一副并美人的姿态 那双眼清凌凌地横过来,魏无羡觉得魂都要飞了 想到薛扬带回来的资料,魏无羡深吸一口气 在薛扬来不及阻拦的情况下,语出惊人 小舅子,我是来见雪奇的 薛扬都不敢看蓝忘机的脸色了 魏无羡还在滔滔不绝 说如何如何喜欢人家小姐 薛扬就是后悔,非常后悔 不该由着她的性子,这般胡来 现在可好,肯定是把人得罪了 还想娶人家姑娘 蓝忘机被这人的灯图浪子行径器的眼前发黑 这般闯入蓝家,随心所欲 如入无人之境 要是被别人知道,姐姐的名声就都毁了 好歹还救了你一命 就这样回报吗? 基于我姐姐 是的,蓝忘机她迁怒了 前有官府施压那蓝雪奇为妾 后又来了个不知所谓的公子哥来大放厥词 很明显就是一路祸色 蓝忘机救人时,那点怜惜和同病相连 当时转化为了厌恶和抵触 这位公子,请回吧 家姐不会见你的 魏无羡一脸茫然地停下夸赞 怎么了,不让见自己的心上人 还要打道回府 蓝忘机柔柔隐隐作痛的额角 起身送客 薛阳扯了扯嘴角 把呆正的小主子带回了客栈 魏无羡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躺到床上 才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 控诉道 他凶我 薛阳知道他的性子 只能顺毛摸 敷衍地嗡了两声 思索主子这三分钟热度 什么时候能消 总不至于真看上蓝家小姐了吧 魏无羡用实际行动证明 是 他大张旗鼓地买了一堆东西 送到蓝府 退回去 再送 再退回去 生生搞成了拉锯站 闹到沸沸扬扬 满城风雨 都知道蓝家大小姐 有一个人傻钱多的追求者 此时 精诚地回复到了 普通上折子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薛阳走的特殊通道 只要十天就能上达天厅 皇帝果然没有将一个商户看在眼里 只说 平线线喜欢 那了也无妨 可薛阳想到 魏无羡频频碰壁 搞了这么久 连美人的面都没见过 尤其蓝家增加了护院 薛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 再带着一个魏无羡就不大可能了 薛阳很头疼 主子那个样子 分明是得不到的东西 兴趣更大了 那蓝家小姐自己也见了 比蓝旺鸡还傲气 绝对不可能做妾事 又不能亮明身份 仇人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护卫 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呀 蓝服 薛阳实在被磨得没有办法 使了个手段 大张旗鼓地把人都引开了 魏无羡美滋滋地准备爬墙 刚在墙头坐稳 就被旁边一个黑影吓了一跳 好玄梅摔下墙去 魏无羡慌忙稳住身形 心里忐忑得很 薛阳现在不在 万一小舅子打我可怎么办 啼啼 这站在暗处的自然就是蓝旺鸡 他就知道魏无羡贼心不死 把人带了个正着 魏无羡笑得很是心虚 哈哈哈哈 这妖巧啊 你也来赏月亮啊 蓝旺鸡面无表情 没说话 但避沉出窍了一寸 意思很明显了 再不走就要打了 魏无羡想 来都来了 下次把手肯定更严密 索性心一横 就要往离闯 不出所料的 被蓝旺鸡拦住了 两个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魏无羡虽然娇纵 又有薛阳时刻护卫左右 但其实功夫不弱 之前溺水 也是因为被下了药 昏昏沉沉地跌进池子里 又突然抽筋了 才会被蓝旺鸡救了 蓝旺鸡自然也不差 蓝旗鸡从小 把他当男子培养 蓝旺鸡也的确刻苦 其实说白了 哥和男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身体稍微弱一些 又被当作女子养在深归 自然愈发娇弱 蓝旺鸡为了自保 无数客是最尽心的 可惜受身体素质影响 也只是让他比常人稍强出一些 连受了风都可能大病一场 没有强健的体魄 何谈成为高手 这就导致了 蓝旺鸡拼尽全力 居然打不过魏无羡这个半调子 魏无羡也没想到 蓝旺鸡这么不尽打 他自己是 一众皇子中功夫最差的 总是被武术师父痛批 后来随行还有削扬 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他就一直以为 自己是个战武渣 看蓝旺鸡那个气势 还以为多厉害 结果连自己都打不过 于是魏无羡他膨胀了 嘴角越裂越大 还在打斗过程中 放肆地捏了一把蓝旺鸡的腰 笑嘻嘻的 蓝湛 我厉不厉害 直到蓝雪旗被打斗生惊动 出了院子 正好看见这一幕 因为天色已晚 他只看见蝉斗的人影 以及魏无羡突然凑近 和蓝旺鸡捂腰的动作 还以为他受了伤 惊呼一声 这儿 魏无羡忽然听到一个娇软的女子声音 脚下一个亮枪 也正好被圣怒的蓝旺鸡 用剑翘击中了背部 以一个狼狈的姿势 摔到了蓝雪旗的面前 他恨不能把自己埋进土里 只能把脸捂住 只在指缝间露出一点 眼神闪烁 丢死人了 这跟我想的遇见不一样啊呀呀呀呀 蓝旺鸡从屋顶一跃而下 姐姐 没事的 你先回去吧 我这就把人赶走 蓝雪旗摇摇头 对偷去的魏无羡说 谢谢你的喜欢 但我已有心上人 公子请回吧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晴天霹雳 魏无羡将住了 万万没想到 出师为洁身先死 蓝旺鸡同样很吃惊 这件事 姐姐从未提起过 她忍不住低声问道 姐姐 你说到一半突然顿住 这边还有一个闲杂人等呢 蓝旺鸡眉目间都是厌烦 魏无羡这个人就是个麻烦 她这样闹 把全城的目光都集中在蓝府 可蓝家真真有不能被发现的秘密 这样下去 迟早出事 可蓝旺鸡也暗中调查了魏无羡 她像是凭空出现的 形势不羁 灰金如土 众多垂涎的人被不动声色地解决了 惠莫如深 虽然查不到具体信息 但可以料定 这人非富即贵 这也是蓝旺鸡忍了魏无羡这么久的原因 不清楚底细 不能随便动手 这次也一样 蓝旺鸡不准备报官 知府他们正准备拿他的把柄 不能给他们机会搜查蓝家 况且 现在蓝旺鸡有更重要的是 看是哪个臭小子觊觎了姐姐 魏无羡被请了出去 幽魂一样地离开蓝府 被薛扬领回了客栈 薛扬见他失了魂的样子 实在没忍住 主子 他们怎么你了 魏无羡一撇嘴 是啊 怎么我了 不就是心上人有了心上人 嗒嗒 彻底出局了 呀是 虽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蓝旺鸡听到自己姐姐的话 心上人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眉目间还是染上了薄怒 他怎么配得上姐姐 更 护不住你 蓝雪奇叹了口气 这儿 你觉得我能嫁个什么人呢 蓝旺鸡不假思索地说 姐姐自然要嫁世上最好的男子 疼宠一辈子 无忧无虑才是 那你呢 蓝旺鸡一时间耿住 他自小受的教育 从未想过嫁人 虽然哥可以娶妻 但隐瞒身份继承家业触犯法律 他又何必把一个无辜的女子拉入泥潭 整日提心吊胆 原本想的也是让姐姐的孩子继承蓝家 自然没有想过这些 他含含糊糊地推举道 这个不重要 姐姐 那张小凡可有语举之行 蓝雪奇叹了口气 这儿 此事是我一厢情愿 张公子已有一钟人 青梅竹马 自是不一般 蓝旺鸡听出了其中的酸味 不过他是真没有想到 居然是自己的姐姐看上了人 还是单相思 这下子说不出话来了 姐弟俩面面相去 忽而都笑了 本就是心思剔透之人 又怎么会让绸续营绕太久呢 蓝旺鸡直暗自给这个张小凡记下一笔 找机会好好查查 又扯开了话题 今日新得了一株寒蓝 姐姐可要去看 姐姐偏爱蓝花 蓝旺鸡也费尽心思替他收罗 可惜那些名贵品种 大多进了权贵之家 这寒蓝价值不菲 也是难得一见的真品 蓝雪奇雨笑嫣然 湛儿向来贴心 好 这边姐弟续化 温情默默 那边魏无羡魂不守舍地回了府宅 薛阳只胡伦听了个大概 她也知道主子对那位蓝姑娘不一般 忙不迭就去打探了 可惜这种女儿家心事大多密而不宣 蓝大小姐又是个格外沉得住气的 半点不露声色 最终还是薛阳用了点非常手段得到了讯息 又赶忙回来报信 薛阳得到手的消息是 蓝雪奇钟情于一个普通人 那男子只是清云阁的一个帮厨 连正式功都算不上 又无父无母是个孤儿 但一个龟阁小姐 如何慕恋上一个毫无身份背景的厨子 也很让人费解了 最稀奇的是 薛阳去打探的时候 那张小凡竟是有未婚妻的 那女子是她的青梅竹马 名叫碧瑶 和蓝雪奇 这位飘然出臣 自容绝世的天仙不同类型 也是位清丽脱俗 明快张扬的碧玉 对她一往情深 薛阳不禁扎舌 这张小凡看着平平无奇 怎么就勾得两位美人 对她神思不数了 张小凡和碧瑶说是青梅竹马 其实两人也没什么干系 就是小时候一面之缘 硬生生被安上了青梅竹马的名头 碧瑶也是位大宗之女 戏论起来 比蓝雪奇这个商骨之女身份还要高贵 是正经八百的官家小姐 张小凡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薛阳还在这边嘀咕 这家伙 这运道 不防魏无羡根本没听到她说的一大串 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